大家好,我是三喵 我现在在外面 我具体的位置是在上海西站边上 那么这个地方呢 在民国的时候被叫做这个真如火车站 这个地方边上 我也是这个在坐地铁 在这个地方要乘火车的时候 忽然发现啊 这附近有一个抗战 松户抗战 十九路军军部遗址 就在边上的一个小区里面 然后本来以为这个地方可能会是一个就是建筑 然后这个地方只有一块碑了 那么这个地方之前是一个建筑 是十九路军 在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作为十九路军的这个军部啊 范式之别墅 那么后来一九三七年 我们知道日本军队再次进犯上海 那么又对这个地方狂轰滥炸 这个别墅就彻底被毁掉了 这个地方跟啊就是很多的地方不太一样 它不是那十年被毁掉 它是一九三七年 这个日本把它给毁掉了 所以说啊当时的这个蔡廷凯 蒋光奈啊 这都是我们中学历史课本上会学的 也不知道现在的中学历史课本会不会讲到这个一二八事变 那么他们当时在这个地方坚决的这个抵抗 可能很多人说到抗战啊 那即使是这个简中区啊 那么都会提到这个十四年抗战 何以十四年抗战乎 那就是一九三一年的这个九一八事变开始 那么中国一直等于说被日本无理的这样侵犯十四年 那么我自己在这个节目的评论区里面啊 是看到一些朋友说早知道这个国家后来如此那还不如不抗战的 包括我看到有人给那个汪先生在说一些汪先生的一些好话 当然汪先生这个人你们知道我讲的是谁啊 他自己的这个本心是什么 这个我之前在节目里已经讨论过 那么汪先生说中国如果被日本侵占 那么尚可有一线生机 那么中国如果被苏联给怎么怎么着 那就意味着彻底的完蛋 那么请问那个人是不能够去站在那个当时去预测未来的 那么如果看当时的日本那个状况的话 您觉得这个被日本统治真的是好的吗 对不对 二战日军的那几个暴行 那当然松户抗战是1932年的事情 二战日军那几个暴行 比如说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 你比如说这个后来的巴丹死亡行军 比如说那个泰国的那个死亡铁路 你再比如说二战日军对待战俘那样恶劣的态度 你看那个电影《雪战中途岛》 那里面那个场景对我印象特别深的 就是日本的驱逐舰抓到了美国的这个飞行员之后 直接把人家是坠到锚上扔到海里去 对不对 那么再加上这个日军对于这些平民 他们的这种样子 那么请问当时的这个日本 你是怎么看出来 对不对 他可能会比这个苏联要好的 所以说这个我知道大家可能会对这个苏联 会对什么 会是非常非常的这个disgusting 非常非常的排斥 令人作误 那俺也一样啊 但是你不能因为排斥苏联 你就说二战时候的日本 他就是好德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乌克兰战争当中 为什么我们总是会拿到这个抗战的事情 跟这个乌克兰做类比 对不对 这不是老胡都急了吗 司马南都急了吗 说如果有谁在拿抗战跟这个乌克兰军队抗俄做类比的话 那他就是没有良心 就是民族的败类 这种话说出来 他们越这么说 其实就越意味着 这样的类比其实是可以行得通的 和也乌克兰跟这个当时的国府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如果乌克兰抗击俄国 有人说是从2022年的这个 2月24日 这话是不对的 是从2014年就已经开始抗击俄国 那么当时乌克兰的这个颜色革命广场事件 还记得不 那么各国正要去到基辅斗 一定要去广场上献花 那么俄国趁虚而入去占领了乌克兰的这个克里米亚 而且占领了乌克兰东部各州 那么你可以认为 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类比成当时那个 日本的918和128 128事变是1932年 只不过是跟918不一样 当时那个对吧 那个少帅那也真的是哪管东施入沈阳 完全完全的不抵抗 对不对 而这边他好歹第19路军是在抵抗的 一边抵抗 这边国民政府是一边争取国际调停 那事实证明啊 这个国际调停这个东西 当然是要去调停 但是如果你自己都不抵抗了 那你还调停的啥呀 对不对 那么当时的19路军在这里坚持抵抗之后呢 然后国际这边也在调停 虽然说这个松户抗战 你看到后来啊 这个到后来是19路军是被迫撤出上海 但是毕竟上海从名义上讲 他也没有被完全的划到日本这边 只不过日本这边有更多的驻军啊 什么对国民党政府来说 这是不是屈辱 当然是屈辱 那个是大大的屈辱 那所有的这一切 后来到了1937年 那真的是这个地无分南北 人无分老幼 那就退无可退 再也不能忍受其主了 你给到日本人的一种印象 就是你可以得蹭进尺 那么后来一定是 你只能换来加倍的屈辱 我之前讲过 以土地换和平 那么你既不能那个换来和平 他们还会要更多的土地 如果在战争和屈辱当中 你选择了这个屈辱的话 那么你会既得到屈辱 也得到战争的 对不对 所以到了后来 这个当1932年128事变 19陆军在这边英勇的抗战 到后来呢 可以说国府跟日本签的一个 对于国府非常非常不利的一个条约之后呢 其实国府和日本都非常不满意 为什么不满意呢 国府这边会说什么来着 上海这边我们抵抗了以后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日本这边你让他们在这边驻军吗 而且日本在这边还有驻决大会呢 对不对 日本表面上是宣称自己胜利了 而日本这边也很不满意 对不对 怎么我们这么大的这个兵力投入 最后只有这么一点点的这个收益呢 日本其实也很不满意 然后驻决大会当天啊 那么国府其实他们的这个除奸队联合的这个韩国那边的一些爱国人士啊 是潜入到这个上海的红口公园去放了炸弹 然后炸伤炸死了很多的日本的高官 你比如说那个二战到最后代表日本的文官政府去签那个投降书的那个崇光魁 他一条腿是假腿 和也就是一条腿丢在了上海 就是那个整个的驻决大会把他那个腿给炸废掉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件事情 你看在这个侵略者的这个企业没有得到完全的这个扭转之前 你贸然的停战 那到最后真的就是双方谁都不满意 我之前是讲过这么一个话题 那么乌克兰和俄罗斯他这样的这个整个整个的局势 如果现在你就停战了的话 表面上看上去俄罗斯是满意的 但是一定一定会得寸进尺的 一定一定会得寸进尺的 这就是历史的教训嘛 我是真的无论如何都想不到 就是在不到一百年前 中国其实是被日本一次一次的惊吞蚕食 然后是靠着这种国际的大势 你站队了这个整个的这个队伍 然后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才能够在这个二战当中能够活下来 对不对 那么到现在不到一百年是什么样的行为 能够让这些人觉得 对吧 这个为侵略者去叫好 对不对 就每一次到这种抗战的这种地方 包括我去到这个云南的松山 包括去到滕宗的国殇墓园 包括来到这些地方 真的是让人感慨万千 这个地方其实你可以认为是真正抗战的起点 因为为什么呢 那如果你按照14年抗战来算的话 那么918事变 少帅可是不发一枪 就把东北给让了出去嘛 而在这个地方 国府可是抵抗了的 而抵抗之后 争取了一些时间 当然这些时间还远远远远的不够 那么往后的那7年 往后的那8年抗战当中 其实 虽然有德谢师 虽然有很多很多的这种 这个从德国从西方过来的装备 但是跟日本比起来 那个完全是没法比的 即使这个样子 我们的先辈也没有投降 对不对 现在这些人有什么脸 舔着脸说 这个乌克兰你就投降吧 等等等等 不知道说什么好 对吧 这个地方还是有人去献花的 虽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冷门的 连景点都不算的地方吧 但是这里你可以认为是抗战之始 对不对 那么抗战对于中国人 对于每一个人意味着什么 相信可能很多人自己有自己的答案 而这里就是一切的起点 今天就是因为来到这里了 来上海西南稍微早了一点点 然后就过来看了一下 然后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就录了一个节目 谢谢大家听我碎碎念 一点感慨吧 那么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点点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